那时候李宁天 他的品账已经是一千万美金了 我也不想悬要什么 就是说我觉得中国人做到 起码我做到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其实我拍货眼甲 我从那个十二尺的高台上 一个不小心就摔下去了 天哪 你哪着地的呀 我都稀了糊涂的就落了地了 落了地以后呢 我倒觉得没什么事 我就爬起来了 其实你要有一个动作经验的人都知道 如果你歪一点呢 可能景就断掉 轻一点腿断掉 所以你就这么好彩没有摔断什么 什么大害也没有 但有一些痛 算了 但是旁边人也吓坏了 当然了 但是其实我里头的内伤我不了解 那时候李宁天 他的品账已经是一千万美金了 我以为全税而已 不是 真的 一千万美金 他一个崩都不减的 一千万美金 但是他就说我现在不收着 大家如果真的买到钱 你先分给我一千万 我看到你还不再分 那我们公道 对吧 一直跟李廉杰拍戏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很高寒 这个人 就像省了 对啦 非常之 不如不要浪费一些烦恰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很多东西 我这么说 他都不用管了 不要浪费一些东西 我心里以为 以为 李廉杰是一个非常之 对经济 对洗钱 很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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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谁知道最后 最后分红 大家分钱的时候 他很想办 江老板跟我说 李廉杰说 你不应该这么少分 你不应该分这么少 三个平等 对我来说 他一点都不孤寒 你明白吗 他对我很感动 突然间我 跟他们可以一起 分到这么多 分分 你明白吗 我觉得 原来李廉杰实情不是 真的 在大事情上 他一点都不孤寒 是很公道的人 是的 我 问他 你不应该 declar 有 拼 Maintenant 这 为 了 他们